牧民哪 相信缘分 只需要一眼 就有了一生的缘分 在这个乌拉盖范围 我们就在那个点的周边拍 最远的景超过100公里的 比我想象中复杂 可能是我拍的戏里面 制作过程是最困难最复杂的游戏 找朋友们 这还在协调 这是学校 这个是胸目小学 我们这个电影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来改变的 当时新中国遭受了连终的自然灾害 大家都吃不上饭了 不要抢 别抢 那个时期非常艰苦 没有粮食 孩子们有一些还生病了 蒙古同胞敞开了怀抱 迎接了来自上海的三千个孤儿 跟爷爷走 怕我吗 怕 当时他们不是说 大人想要哪个小孩就要 要那个小孩同意才可以 当年的考虑还是蛮周到的 谈到水里 继续一下愿下去啊 你呢 别逃了一会儿摔着了 你妈坐过去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从小在草原长大 那个时候不会叫他们是孤儿 来到草原就是那么的自然 大家都生活在一起 这边的人他们特别热情 他会让他最好的东西奉献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 家务里的河河泰 没的青塞 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 甚至比对待自己的孩子还要更加的用心 就这样 为了能够收养这个孩子 把家里最贵重的东西拿去卖了 完全就是大我的那种情怀 这件事情对于一个蒙古族人来讲话 我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拿着手 我们在这儿活 我们这样子也知道啊 这群人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养育了这群孩子 这台腿出来 通过我们这一部戏 给更多的年轻人看到 我们真正要传承什么 是那颗善良的心 看 再看看 你中间现在他没有山 你把脚转看中间 让他回去 你穿穿一点的关系 不用跑那么远啊 抓好王 跑王 你的先辈一直传承的战略 我觉得要延续下去 等你长大了 你带上俄吉和我到上海 你带上评论